之前我用ABS做了一個轉接板 在經過幾個月的使用後轉接板斷了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嘗試使用不同輕量且高強度的材料來製作轉接板 Hi 歡迎來到Slow Engineering 我是David 之前為了印高溫材料買了一個擠出機 但原廠配的鋁製框架還會需要另外一個轉接板 接到另一頭上 所以我決定設計一個轉接板來取代鋁製零件 同時含有轉接板的功能 我用ABS參考FORUM DESIGN的推薦參數並了轉接板 然而在幾個月的使用中 轉接板的編版斷裂 在經過多次的更換後 可以知道轉接板的生命週期不高 這問題讓我開始思考使用不同的材料 材料本身必須有耐溫能力來列印較高溫的材料 剛開始我用PA12CF來測試柔度與乳變 但材料本身並不適合 接著我拿到了益格斯的工程材料測試包 其中包含了一個專門用來印製框架用的材料 P150 我之前有做過一部影片測試過P150 且測試結果適合這類應用 感謝益格斯提供一卷材料讓本企畫可以順利進行 我使用類似ABS的列印設定 印了一個轉接板 但在組裝時 就把編版折斷了 在斷面可以看出材料在較薄的位置比較脆 經過多次嘗試後我發現需要改變部分設計與列印方向 改變列印方向的同時我還需要加強冷卻風扇風管的 安裝孔位來防止斷裂 接著轉接板以站立的方式列印 雖然會增加支撐材的量 但在列印完成後 邊板與背板連結會更加堅固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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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增加了一些熱板結構 在冷卻風管支架下方 加強博板的強度 這種有轉彎的列印路徑 可以讓博板部分強度增加 到目前為止 或許你會有疑問 如果是一樣方式用ABS印 是否有一樣的效果 這點我也有測試過 在ABS站立式的列印 會讓很多博板部分撬曲或收縮造成尺寸不準 比較後會發現 P150相對好印很多 組裝流程中需要將擠出機壓入兩邊板中 一個適當的列印方向可以防止邊板斷裂 這樣的列印方向同時增加每層列印路徑的複雜性 來強化列印件整體強度 經過6個月後來看看這個轉接板的狀態 這轉接板在安裝過後沒有喚醒過 列印頭功能正常 且無任何變形下墜問題 邊板內部的刮痕是安裝擠出機時 上面的螺絲造成 這部分不會影響轉接板本身 或是變形 這個材料是一個需要堅固且輕量應用很好的選擇 材料可以承受攝氏120度且材料本身有較低的勞度與濾變 之前我也有用此材料來製作需要強度與輕量的粉碎機連軸氣概 在未來計畫中 此材料也適合作為一個擠出機外框 如果你喜歡類似的材料回顧 按讚分享影片 本頻道有更多計畫 材料測試與DIY技巧 所以不要忘記訂閱本頻道來追蹤更多計畫 祝你有美好一天 我們下次見 czni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